呛呛三人行 这个出现事故了 青岛这个中石化 这个什么管道这个爆燃 发生这么一个惨剧 我们可以这个看看照片 我也是刚刚啊 才看到 你说有多么这个可怜 这个是事故发生之前呢 这些个工作施工人员 在这个管道附近 事故发生之后 这照片里你见到的人 只活了一个 就站在最远的那个 活下来了 其他人 其实这个时候事故已经发生了 已经在漏油了 他们是来抢修的 但还没有发生 就是在那个关键的 七个小时当中 所以这张照片 是叫人唏嘘感慨 这些人就是 就是跑来来检查 收拾漏油情况 对对 而有些好像还不像 事工的工人 他们还在上面 这样检查这么看 就是说他的洞不是很大 那个油管的几个洞 不是很大 然后就到下面 那个水道就这样 而是检修 是吧 检修 对那是主要是 中式化的工作人员 结果这是遇难 你再看下边 这个真是一片废墟 这就爆炸之后了 这就爆炸之后了 你再看下边 你知道这个都让我想到 前一阵菲律宾的 那个风灾过后的 那个现场 你再看下边 风灾也不会把地面先烈 这个有点像恐怖 那种地震 对那种灾难片一样 看起来 这个事实太惨了 你们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受什么刺激 我没有很大刺激 我只是在想一些很原则的问题 就是说当初整个居民区 那个附近是怎么规划 就因为理论上 你如果下面有这样的一些输油管道在 你居民区在上面 你到底有没有做过一个安全评估 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东西呢 在我看来 当然现在大家都怨中石化 但是因为城市规划 是地方政府也有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是双方的问题 就双方有没有一个协调过程 老百姓知不知道自己下面埋了什么东西 他们有没有全选择 那么当初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安全 那当然周石化漏了这个东西 然后又引致爆炸 那当然是他是一个点火的一个人 但是问题是这个点火之外 就整个布局是怎么形成的 他这条管道八几年修的 当初那里是郊区 没有住宅 就是管道在先 但是房子是后盖的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啊 这两天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小区的居民 他们就现在提出来 他们说要搬 就是说等于他们这个房子不能住 因为他旁边连片的都是化工厂 而这些东西都是后盖上去的 其实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先后的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就是住在火药桶上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 可能不只是青岛一个地方 甚至还有全国很多范围 我觉得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中国的城市规模扩大得多么快 就十年前你觉得是郊区的地方 现在是市中心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 就有一些的很特殊的化工 各种的基础的管道 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打算上头住人的 结果现在住人了 就像你家里装修房子 你原来那个杂物间 下面是个煤气管道 对吧 可是后来把我间碎人了 那这个碎人的头整天 整在那个煤气管道上面 那你要知道的话 那你就害怕了 对不对 你举这个家庭装修的例子 就很容易让我理解这件事 你知道 就是管道的老化问题 我就不知道中国是怎么个情况 但我就说 你像我住的房子 还是北京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区 那么你知道所有的管道都在老化 就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房子 平常你不能长时间不住 你家里得有人 因为啊 比如说我要在香港 时间稍长一点 那个物业就打电话了 说楼下漏水了 从你那漏下来的 你得回来开门 就修空调暖气 什么石油天然气 这些个 我就发现这个概率加起来啊 简直是每个月都要修一些东西 每个月你都包括电线 墙里面的电线 特别复杂的 所以说我是拿一个家庭装修啊 比喻一个国家的装修 就是比如说你住进来的时候啊 你重新装修了 你重新装修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记得了 以后你要重新装修你的房子啊 你要最好用DV啊 都拍下来 让那个工人把那个图纸都留下来 因为呢 肯定会出问题的 一出问题啊 来的这个人就是啊 当时的装修队已经找不到了 说你那个线在哪 你那个水管子 他们给接到哪去了 找不到 你要找到除非破墙 破壁 我就碰见过一个就是 楼下的人 非说呀 我们家那个水啊 是从你楼上 嗯 出来的 最后我说确实是没有 没有呢 你这就发生就矛盾 楼下的人就说 那你能不能把你地板撬开 我说你我 我怎么为什么要把我地板撬开呢 他说我怀疑就是你 我说如果撬开了 证明不是 那怎么办呢 你就因为这个经常发生一些纠纷 那你这里其实还牵涉到另一点 这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楼房就讲住宅啊 我就继续用住宅跟城市做一个类比的话 我们今天中国虽然房价那么贵那么高 但是有许多专业人士从专业角度来看 会觉得这个房子不值那个钱 为什么呢 它施工素质啊 施工素质其实跟不上 比如说像你住的那个地方 其实以因为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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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啊 我也大概知道多大岁数 不应该这时候就出现那么多问题 对 而且以那个价格又不算高 对 轻壮年的楼 那其实中国这几年呢 很多这种房子 比如90年代盖的房子 你今天看觉得它好像是 是前个世纪的房子一样 老化的特别快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太赶了 太仓促的要修起一个东西 同样的我们城市的扩张也是太快了 那么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之中 就会出现了同样这种施工感 或者施工素质不够好的情况 像比如说现在这些管道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管道 不应该这么容易出问题 或者说它应该有个周期性的一个检查 或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扩得太快 它根本没来得及 或者没做好这个安排 还有很多个人色彩 你这个房子跟国家的比喻 跟城市的比喻 我上还有一个房子装修 就像你说的 全部的管道都在那个师傅的脑子里 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放行 任何问题给我打个电话 我心里就在想 哪天您要不在了 他不要回安徽了 别人想我这个房子出问题怎么办 你知道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规划 跟一个当政者 可能是跟一个人有关系 你记得南京市长吧 他要搞一个什么 什么那个两条道分开 对不对 就他一个人大比一会 全部都弄 现在他一下去了 这个东西要停了 那假定说他没下去 整套这个系统 都是他个人的风格 你到时候隔一段时间 换一个人来上来 头脑都摸不到 你我还不讲是房子了 你想想看 这个国家那边很多事情就这样 你换了一个人以后 什么事情都摸不到门路了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是 你记得咱们看那个美国那个电视连续剧 这个月遇 不光美国 香港基本也能做到 就是说一旦一个楼啊 出了什么事啊 他能找到这个所有的图纸 原始的所有的图纸 我很怀疑中国的一些旧楼 能不能做到这个 不要说旧楼有很多新的楼 他们说原始的图纸都没有了 对啊 但这种到从哪走 对吧 但这个事是很奇怪的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 中国对一个房子也好 住宅啊 我们讲住宅 再扩大点看 如果连写字楼商场都算进去 中国可能是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 在你从能够盖楼 到你住进去之间 要经过最多关卡的国家 就你要经过无数的部门 拿无数的准政 一关过一关 一关过一关 如果整个政府系统 政府机器或者官僚部门 这么多关的卡你的话 那按照理论来讲 应该每卡一关 他都有档案 所以理论上 应该你们 大家都不用担心 因为理论上 你们住的那个地方的 那个图纸 我们政府应该有十几份 不是 实际的情况呢 是同样质量的一张纸 因为摸的人太多了 所以等到房子盖好了 那张纸就就化了 我也真的就是 咱们要不说就是说叫防危杜见 举一反三 我就由此想到 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 我自己有比较 香港的这个楼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的楼 可是为什么这个管线 就我都真的住过 它坏的这个频率 怎么就不像北京那么频密呢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管道 包括你甚至洗澡的那个 那个出水的那个 拧的那个东西 花洒 对 甚至包括这个电线的这种老化 就是好像 有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不要说自然老化 好像本来它就特别容易坏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不知道 不是它本来就特别容易坏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那个 它还有一种 一个城市的规划 和这个比如说石油管道的 这种作业 它实际上本来是一个 整体的系统 对吧 整体系统 但是据说在这方面呢 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法规 但是这个法规 有没有认真得到执行 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这个管道周围多少米 是民居 应不应该出现 民居就盖在了管道上面的这种情况 那么当时怎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甚至说有些时候管道出了问题 修 你都没法修 你怎么修 你因为你涉及到有些时候 你得拆了房子才能修 那你怎么办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通过这个事啊 我还发现一个挺可乐的事 就是你没想到 就是这个偷游的 你看这个 这个挺好 我都以前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都读不到这个材料 就是说这个以这次事故发生所在地的这个围方输游处为例 2003年他这个公司公开了一份围方输游处 反打孔倒游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中提到 2002年他的这个围方处的这个管线 遭到一年呢 遭到打孔倒游713次 700多次就把那个打个孔 接个管子 外泄原油2000多吨 被偷原油约9650吨 这些原油他能用吗 这没练过的 哎呦 土法练油 他们再拿去练油 他不能放在车里开的 你知道这就刚才讲的黄岛这个地方啊 黄岛 黄岛依靠房地产从荒郊野外变成了城区 黄岛上的139万人口 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就住在三条油气管道上面 更不知道一些倒游分子还利用距离管道较近的居民区房屋作为掩护 在居民房屋内挖地道 把软管延伸到几公里外 风险巨大 在偷油的 你知道吗 他从那个居民房子里挖到那管道 打穿了接个管道 但这些偷油贼是知道的 所以说大部分居民都不晓得 但偷油贼知道 他是有内线吗 或者说他是干过这行 了解内情吗 那不难知 人家有专业精神吗 就像我们中国传统里盗墓一样 但你刚才说到这个 说到说所谓的 有些部门他们互相不配合 这个我觉得提到一点 很特殊的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中国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呢 一来就说你们中国式的 政治的权力的运作方式 就集中权力嘛 集权嘛 但现在他们很不了解 中国在另一方面 恰恰是非常分权的 所谓集权是一个部门内 都听领导的话 但是问题是中国很多的事情呢 是放权分割给了不同的部门 而不同的部门是不配合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事情 很明显就说实话 他该怎么弄东西 那是他的事 然后地方有几个部门 在一个新的城区出现的时候呢 也互相不通气 互相也不打招呼 也没有一个全盘的一个 一个综合的考虑 其实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等于像以前当铁路部 还是铁路部的时候 铁道部 铁道部的时候 他有些铁道的规划 或者一些地方的一些物流规划什么 他有时候那个地方政府部门 跟他也是互相不通生气的 也是会弄得很尴尬 所以这次大家议论的最多的 就是那个七个小时嘛 因为他是凌晨三点开始漏油的 爆炸是到十点 因为七小时可以疏散 青岛市政府是到十点爆炸以后 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你按条文呢 中石化应该规定向当地政府通报 可是他是通报了 他好像过了一两个小时就通报 他通报在区政府 区政府就没有采取行动 就封这个路啊 包括疏散的人啊 你是看那个照片上最后那张 那个我们叫唏嘘感慨 那些人在那里还很还很没有 完全没意识到 马上就有没有一个一个一个大难来了 但是更加叫人担心的是 出国几次这样大的事情的 那个石油公司啊 后来会很惨的 像BP在墨西哥湾漏油啊 中海油前几年 这个渤海啊 他后来的股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股价会跌百分之三十四十了 那现在中石化只跌了百分之四五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国际上的惯例是 你出这么大的这个这个漏油的事情啊 政府会惩罚的很厉害 就罪假罚款啊什么什么 就对这个整个公司的 这个这个大击会非常大 是 所以这种时候 所以他的利润会下降 所以人家又说这种时候 好像还是中国的制度 就对国企可能会比较 比他纯资本主义的要 这个国企啊 最好别出事 我看这个跟帖啊 咱们过去讲这个人性当中 很主要的一个 就是从这件事说到另一件事 你中石化 别出事 中石油 别出事 中医动 别出事 因为这些啊 都是属于这个大的 这种这种的这种的大老虎的央起 还是央起 你知道吗 本身在民间呢 对于这个就有一种怨恨 是 这种怨恨呢 也许是非理性的啊 因为咱不懂这个经济 说他们垄断 说他们什么什么 控制价格等等 所以你最好别出事 你看这一出事 我一看这个跟帖啊 都在骂 那家伙 两百年的 鸡院全都出来了 什么叫中石化 怎么怎么怎么着 中国一直聊到 中国的汽油 的价格 你看 他这个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怎么说的 中央也很重视啊 就这种性质的企业 一出事 它引起的震荡啊 你绝不仅于 这个事件本身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我们现在还真的是 只管上头 不管下头 你注意到没有 这几年中国的这个事情啊 频频的都是地底下 看不见的 北京那个下场雨 就死了人 对吧 这个地底下的这个管道 明代下 上海也一下就 就淹了嘛 就是说 你外边盖的 这个大楼铺天盖地的 可是呢 地底下的 所以是谁啊 他们那时候都在说 雨果 雨果说什么 下水道是什么城市的 良心 那下水道城市 你像这次 还有输油管道呢 你说这地底下 还会有些什么东西 良心的一个阀门 就是那个下水道的那个盖子 这个下水道的盖子 是中国特殊的情况 频出问题啊 是 你知道 湖南什么地方 一个下水道的盖子不见了嘛 下雨的时候 一个 一个人 找不到了 冲进去不见了 后来到很远很远的一个 地方才找到尸体 是 很惨 都不敢 现在 现在 有些地方啊 也做得很好 他们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叫什么 下水道的盖子 保险 就是 每个盖子 如果是因为下水 下水道盖子出的事情 就是 就是有公司来买 一个 就赔几十万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街上摔的 你没得赔 但你要是下水道盖子出的事情 就是那个政府还花钱 给你赔几十万 那应该啊 就用这样来保障这个 这个下水道盖子 香港就没什么听说过 人会掉到下水道盖子里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年下水道盖子 不只是香港 世界各地的下水道盖子 都常常被偷 那一直都说 这个偷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需求很大 因为中国的 需要用大量的原材料 他们偷下水道的盖子 其实是会去容了它 再拿来 跟58年大裂钢铁一样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你看有这个 就是偷电线的 就是偷什么的 这偷电线怎么被发现的 它塞在裤裆里 结果出去的时候 被人家保安看 说这人你没那么大吧 说你怎么那么古呢 他说我们就这么大 还非说就这么大 打开之后看都是毛 全是 吓死人呐 你看下水道这个东西 我觉得 它还特别的形象 是一个隐喻 这隐喻什么 就是如果中国 今天有这么多问题 都是地下的问题的话 它其实也相当程度的 在讲我们这个国家的状况 就我们国家今天 有很多时候 看起来很耀目 很雄壮 大家看我们都很好 我们有时候看自己也很好 地面上都漂漂亮亮 地底下都这样 因为我的印象很深 就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一块去过我们国家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 一个活动场合 一个礼堂那样子 我当时印象最深 平常在电视上 看这个地方 总是载歌载舞 就是很漂亮 歌舞升平 金碧辉煌 没想到一到地底下 所有工作人员 用的那一层 又臭又脏 整个地下那一层 是弥漫这种厕所的气味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时候 我们真的是走得太快 走得太快 就像刚才讲的 为什么会发生青岛这事 我们很多时候走得太急 走得太快 全在想的就是怎么样 要有一个好看的东西出来 有个外表让人家瞧 结果底下那些根基的部分 我们根本没扎好 而且你想 要不说我崇洋媚外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我去到外国 或者说我去到香港的时候 我总觉得 他们用的那些机器 所有的管道 刚才显得都比咱们厚 所有的机器都显得大 就像香港机场和北京机场 你看那个廊桥 或者任何一个玄机 我总觉得同样的订货 为什么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